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阿弥陀佛 佛教认为宇宙里面有无量无边的佛 比如我们熟悉的释迦牟尼佛 是在我们这个世界成了佛 东方还有弱斯佛 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尊佛 它又被十方佛称它为佛教之和 阿弥陀佛也叫做无量光佛 无量寿佛 那这尊佛厉害在哪呢 愿力至广大 智慧至光明 修道众生 智好力 方法智巧妙 你想知道阿弥陀佛有多供爱你 那就来看看它为你做了些什么吧 它为你做了一个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的所有东西都散发着美妙的光明 大地 宝树 宫殿 楼角 又各种宝物合成 七宝连池 八宫得水 滋养身心 想要的衣服 只要淋一下就穿了落室 暗室 舒服 闪灵灵 大方得体 想吃的东西亦都是只要淋一下就送到嘴边 好味 精致 丰富 有营养 生活在那里的人民不会老 不会病 不会死 没有任何骚髒 垃圾 焦虑和恐惧 所以那里没有厕所 医院和坟墓 人人都有天眼痛 天眼痛 她心痛 神足痛 各种神痛 都离酸不空 流了口水 还有啊 人人都能够 嘴一声食佛 这里跳出了六度轮回的恐怖死循环 只有乐 没有苦 你以为这个是超大型VR技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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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而且确是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阿弥陀佛听过少哉永劫的修行 才成就了这样的极乐世界 那问题来了 怎么才可以去到极乐世界呢 阿弥陀佛说 只要你念我的名号 南无阿弥陀佛就行了 各位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不仅是给出家人的高级定制 而是你和我和他人人有份 永不落空 登陆密码 南无阿弥陀佛 不管是什么场合 什么状态 什么姿势 什么心情 你都可以念 念佛可以平静心境 睡个好觉 辟邪转运 挡灾避难 夹窄平安 争复真慰 菩萨保佑 念佛最大的利益就是 当你和这个世界说拜拜的时候 阿弥陀佛就带着众多菩萨 接你去极乐世界啦 念佛往生的原理超级深奥微妙 我一时三下理解不了 不要紧 会念就可以啦 就好像智能手机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 你不识弄 但识用就可以啦 因为这个方法简单容易 念佛往生净土 千八年来被叫做异行道 念佛法门就被叫做卡力法门 就是靠佛力 那么阿弥陀佛和你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举个例子 其他佛都很爱你 不过和你之间就好像私生关系 师父领入门 修行 看个人 而阿弥陀佛和你就好像父子讲 千八亿年来 草草麻麻的功德资产 全部都给你 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六字名号 堪称史上 自实调 自有爱 劳动自大的创意 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包含了 打坐 拜餐 证经 慈奏等等 百万四千法门 所有修行的功德 早在二千五百年前 史上最伟大的觉悟者 释迦牟尼佛 就在三部经里面 和我们推荐了他 念佛跳出轮回 往生极乐 你代佛门大师 又是见到有这么笨这么正的事 所以世世代代 将历宣讲 先有这句佛号 从古道今 传到今时今日 有这么好的事 你还在做什么呀 快点念佛啦 老友记 记得念佛哦 南无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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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